Hello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2022年年度爱佑 好了那废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就先说我们的这堆护肤品 今天要分享的这堆东西里呢,真的是我以前空瓶啊 还有回购里面说了好多好多好多次的 如果你们接不上会觉得我某样产品说的不到位的话 你们可以去翻看一下我以前的没有看过我囤货空瓶铁皮那种视频的话 姐妹们可以先去看一下,这样的话跟今天的连的比较牢 那我今天就着重说一些我平时其实不太说但是一直在用的东西 我自己的肤质呢是轻微敏感 26岁男方,诉求就是维稳屏障的同时轻微抗老 今年最爱的卸妆就是coco吃的这个,我也不用多说了 囤货里面也讲到了,这两个是还没开的,特别特别好用 就可以溶解我鼻子上的一些黑头粉刺 还有下巴这边我揉一揉也可以揉出来很多粉刺啊脏东西 然后就觉得特别特别爽,而且特别温和 价格也特别不贵 这种消耗品我就不会买的很贵 对我来说面霜还是蛮值得花钱的 这个就让我想到我用了好多好多年的欠币的卸妆膏 它也是可以揉出黑头来的 它们两个的成分都是一些植物成分 非常的好,这个也是非常良心的 卸完之后脸真的一点都不敏感 超喜欢 今年用空了两三个,这两个是囤货 洁面今年很喜欢这两个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 贝德玛的洁面凝胶 超级超级舒服 太喜欢了 天猫优先里面 我说几百遍了 9块9 外加两个卸妆的小样 非常好用 它有一个绿色的,我觉得用起来有点刺激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款 这款就是你晚上二次清洁的时候 你用完之后脸觉得不干 非常非常舒服 像沉间洁面 我也不希望清洁力太强 这个就又温和 又能把前一天的一些护肤品给洗掉 然后这一款是我新发现的 我也觉得特别好用 特别舒服温和的 是CeraVe的这个胺基酸的截面 跟大家说 护肤的镜头就是CeraVe 国外的护肤大神 超级喜欢的牌子 自己也好喜欢 但是我最喜欢他们家的这一款东西 就是这个截面 我用过他们家的乳液啊 面霜什么的 我最喜欢这款截面 目前来说真的特别好用 它挤出来就是胺基酸 很温和的有一点泡沫 要记住啊买这个青色的 他们家绿色的那一款 是带颜色的 这个是透明的 它不起泡 而且那个肤感也不是很好 一定要买这个青色的 平时如果我只涂了个防晒 我没有化妆的话 晚上我就会用这一款 西月的二合一洗蟹凝露 这款特别好用 很舒服很温和 它的话我就不会再后续用洗面奶了 我就直接拿来洗防晒 很便宜 很推荐 美白精华SKIMATICUT的 这款LITERA 2.0 特别喜欢 全是把一些很厉害的美白成分给配在一起 它也不是特别的刺激 皮肤它是比较敏感的 我有时候用一些美白精华 我不是很喜欢它们的肤感 比方说倩碧的 它有硅感觉 然后有一些精华又感觉很刺激 我就不喜欢 但是我在这提外号说一句 如果你正处在敏感期间 请你不要用这种美白精华 我有时候敏感的时候 我就算用最温和的PURID2号 我就不拿出来讲了 那款我每个视频基本都有讲 PURID2号也是我今年最爱 就那一款我擦上去 我都会觉得有一点刺激 所以就是大家敏感的时候 还真的要使用一些修复的东西 这种东西就不要用 等你健康了之后再用也不吃 上一次打光子嫩敷之后 我的脸就反黑的有点严重 整个就辣黄辣黄 然后吓死了 这是我第一次反黑 然后我就开了这一瓶用 我用了七天我就白了 它不是因为它里面就有一些恐怖的成分让我白 它是真的可以白 很好用 整个脸气色都变得 哦那段时间皮肤好的来不得了的 我就很喜欢这一款 Skemetica这个牌子跟杜克差不多 也是国外的那些医生 皮肤科医生会推荐的一些品牌 非常喜欢 就是它价格有点高 可是我觉得真的有效果的美白精华 还是很值得买的 有一些东西你买着用着有效果 它贵一点它也是很值得的 那我也不是在为它的包装买单呀 我是在为它的成分买单 所以就真的很值 眼霜我是真的没有用到过什么特别牛逼的眼霜 我眼下也没有那种纹路啊什么的 你看就也还好 我真的是用什么眼霜都没有什么感觉 我用了眼霜用了几十年 我都没有什么感觉 我虽然说你看着我像个千年老幽 看着像三十多岁四十多岁 可是真的用眼霜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我也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觉得眼下干过 我自己唯一喜欢的就是A唇眼霜 因为A唇是真的它是公认 它也是有很多数据研究表明 它是可以抗皱的 所以眼霜其实你真的让我推荐 我只推荐还有A唇的眼霜 还有A唇的眼霜 你们自己去买 我最推荐的就是伊丽丝尔的那一款 我朋友说眼眉有变淡 我自己也很喜欢那一款 然后我现在在用的是Rock的这个A唇眼霜 这个是比较平价里面比较好用的 这个我高中的时候也在用这一款 我多超前 对如果说你想一款平价的眼霜的话 就用Rock这个 但是这个不是特别的滋润 就是比较轻薄那种 面霜今年最爱的还是这两款 就是我今年用也是用过挺贵的面霜 可是这都还行吧 你们知道我成分来说还是最爱A唇买 然后A唇这一款是Mura的这个 他们家的精华我用不了 因为太刺激了 这款跟精华的A唇浓度是一样的 但是它里面还添加了一些神经鲜 一些复配的 舒缓的一些成分 所以就特别好用 它开封是要半年要用完 这个我已经完全用掉了 我空明机里面已经拍了 我不知道是哪个先穿 你看我已经完全用光了 我是打算把我手头的上的一些面霜 再用完之后 我看看还要不要回购它 超级超级好用 好了我讲完了我可以扔掉了 而且那一款它也不贵 我用这款美白精华 外加刚刚的那款Mura的A唇 一起用 我也不会刺激 我觉得第二天皮肤状态就特别的好 又美白又看老 真的太完美了 皮肤全的B5就不多说了 我今年试过一些什么 优色灵的舒缓面霜 还有CeraV 啥啥啥的 我还是觉得这一款最好用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万能 不管说是一美术后 可以作为一个修复 也可以作为平时 你觉得皮肤哪泛红了 过敏期间可以敷啊 可以用的 它的主打成分就是B5 它们家新出了一款质地 相对来说更稀点 有点像乳液的那种 你们可以去找一下 如果你觉得它太厚重 你也不想再手心乳化 觉得很麻烦的话 你就可以去试一下它们新出的一款 其实我护肤还是喜欢简单一点 我不太喜欢特别花里胡哨的 我感觉 用的多 不一定皮肤特别好 还是精简 你自己皮肤需要什么成分 再去买什么成分 你不要看着别人说 这个厉害 其实你有时候是在为 这个品牌的一些广告费付钱 还有就是为它包装 还有为它给你奢华的感觉付钱 我自己最注重保湿清洁防晒 防晒我今年最喜欢的就是这三款 这个是安耐晒蓝盖子 这款是里面用最厉害的物理成分 还有最厉害的化学成分 它用完之后脸也挺压光的 完全完全晒不黑 就夏天的时候必备这一款 不管你是脸上涂还是身上涂 都是特别好的 而且它特别防水 效果特别好 防晒系数也很高 SPF50 这款是夏天爱用的 这个是ELTA MD的防晒 这也是小样 我用过它们很多系数的 我最喜欢这个SPF32的 超喜欢 它挤出来就是乳液的质地 然后上脸之后 你后续的妆容也不会搓泥 呀 卡粉什么的 它们其他的像40几 SPF40几的那种 哇 特别 像泥巴一样挤出来 涂在脸上 好像在重地一样 真的不喜欢 这款就你看特别特别好吸收 对于防晒霜来说 它特别好吸收 然后你后续可以跟装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款一定一定要买SPF32的 然后就是这一款 这款是我在素颜的时候 很喜欢擦的 其实它就是纯物理防晒 这两款都是物理防晒 这一款就是纯物理防晒 完了它因为有一点颜色之后 它还被叫做隔离加防晒 但是我涂的量也是蛮多的 总不能完全当一个隔离来擦 就才一点点之类的 快用完了 还有一点点 这个我是六月份开封的 你看这个涂出来就是有一点颜色的 然后会让你整个人气色特别好 所以我素颜的时候 我今天不化妆 比方说就出个门 随便出个门 戴口罩之类的 我就很喜欢这一款 等一下就不会那么死白 就跟你的脸这个融合的特别好 像平时的那种素颜霜嘛 现在不太爱擦 我就喜欢这种懒人 你知道懒人就喜欢这种二合一的 防晒还是更多一点吧 但是它有个缺点 就是它有一点干 干吧 就你之前的话 你要做好保湿 是不是很自然 就整个就是皮肤有变好的那种感觉 以上就是我今年非常喜欢的护肤品